上千片乌鱼子日晒根燥 呈现金黄 琥珀色 还能用喷枪炙烧 逼出油纸烤到表面透出香气 乌鱼子就是过年 送礼热门 一箱接着一箱通通风起来 准备宅配 开开乌鱼子门市 店员包货根本停不下来 店内全部堆满纸箱 也挤满乌鱼子的民众 今年乌鱼子也变出新花样 乌鱼子变超小一片 主打一口吃 鲜美又弹牙 要大片的也有 一字排开 从大到小 13两一直到三两 甚至5公克 统统都有 大小随你挑 乌鱼子还变身 酥脆饼干 甚至还有这一款 乌鱼子加进牛奶冰淇淋漓 随着舌头温度慢慢化开 只是今年乌鱼子产量变少 价格也有调涨 以乌鱼蛋来看 往年大约1100元左右 今年大概涨到约1200元 来了两三坡寒流 就有捕获到一些 那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今年价格有 比较稍微上涨 涨大概是10%到15% 一部分我们还是会吸收 手工将杏仁肉脂排列整齐 片片分明 不沾黏 全程看不到火 只用热风烘烤 就怕肉脂焦黑 过年必备的肉干肉脂 同样也加紧赶工 甚至推出新的和牛口味 今年的订单接的量 其实跟往年是差不多的 那涨价的部分 其实从一开始 从现在的包装袋也好 然后手提袋也好 然后甚至的 今年的基本工资也调上 年味越来越浓 只是民众今年准备年货 可能得多掏钱 三立新闻里 加入扎学台北报道 第三天就过去 小礼物 就不跟领导座